您听听,这种局面他能连署的魔号 那能连署的超过50万份 他就得闷在被窝里头笑了 现在郭台女后头只剩20多天 真的可以交出30万份吗? 你来到重庆坦白,我是欧重庆 我们看到郭台女后的连署站 终于是10个,看起来是撑不住了 因为记者实质现场做测试 按照他的连署站 需要多少人每小时进入有效连署 才能够达到所谓的30万份 结果大家说至少一小时进场 要有5个以上成功 那你好歹得进场个10个吧 可是媒体实质的在现场做测试 就发现经常是一小时只进个两个 这弄的郭台女后真的是下不了台阶 之后赶快增加他的所谓的连署列车 结果增加到100个所谓连署站 当然了,有没有100个呢 谁也没去数 总之他是得增加就是了 但是现在整个媒体都普遍的怀疑 看起来郭台明恐怕他以前说要连署分数 打200万份这件事是保证做不到 后来又说那100万份 我看100万份可能也做不到 这显然都是所谓收复喜欢吹牛 或者收复喜欢好大喜功 喜欢讲大话 那么我们看看如果是50万份他能不能做到呢 依目前的流数来说恐怕也会做不到 而在我们录影的这回他只剩下20多天 目前为止他所达到的分数 这是他连署分数还不是审核过的 还不到10万份 有一个说法恐怕是在前10天 他竟然还达不到2万份 那你说总共45天的连署时间 你如果已经用掉了四分之一的时间 你达不到2万份 那岂不就是完完了吗 不过大家别紧张 他至少还有鸿海员工 还有鸿海员工家属 另外别忘了还有一个侧意 民进党已经大话说的在前头了 那个台南市第四选区的林郡县 林委员他已经大声的说要动员民进党的人来帮他民赎 你要知道民进党的党工有多少人 党工就已经是上千人 这上千人每个人在动员个百人 他不就有10万人吗 如果是有民进党的党员呢 那更是有30万以上 所以大家就不用替郭泰明太紧张 只不过人家民进党也不想到你声势太多 他没理由要让你过比如说百万份吗 现在呢大家就在帮他仔细的盘算盘算 打点打点算他一算到底他会有多少份 可是郭泰明他面子上终于又下不来 因为他说了四个月以上 说是百万两百万 这种吹大牛的事啊 他已经说的太多 这回要是距离这太远的话 他面子会挂不来 于是我们看到他算什么呢 连书比 而且在台中还送米酒 这叫好 米酒可不是太便宜的东西啊 结果呢媒体就质疑了 说这是不是会选啊 台湾所谓的会选标准 是你赠送给一个人 只要超过29块钱新台币 就叫做会选 请注意哦 那你如果让对方吃一个便当是不是会选呢 是啊 现在台湾随随便一个便当 起码是70块钱新台币起跳 那不就是已经是这个29块的两倍多了吗 所以呢便当看起来是不能送了 那米酒有没有超过29呢 巧合是这样 米酒如果你送的瓶子不要太大 在全台湾的便利商店里卖的呢 这个价钱正好是符合29块以内 如果是到批发商去那儿 那就更便宜了 所以呢 他正好越过了所谓的会选的疑虑 所谓会选就是贿赂选举 称之为会选 好既然已经到得送笔送你久 人家才要来 那你就晓得他的连续情况有多糟了 给大家再回忆一下 再科普一下 他原来是什么样的支持度 就是他在连署前 支持度已经降到 他的核心成员只有2.3% 而愿意支持他的 考虑支持他的只有7% 各位啊 您听听这种局面啊 他能连署多好 那能连署的超过50万份 他就得闷在被窝里头笑了 现在郭台银呢 他后头只剩20多天 真的可以交出30万份吗 看起来是真有难度 那么他就得把他那群的狐群狗党啊 或者就是朱立伦所说的牛鬼蛇神啊 给找出来呗 那这些人是谁呢 例如 屏洞的周典论 例如高雄的杨求新 又例如台南的李和顺 还有杨志强 再来呢 还有张化的谢点宁 然后呢 新竹的许修雷 还有苗栗的徐耀昌 再来台中的延青标 这些人啊 你把他满打满算的计算 如果每个人都真的为你使利 原来每个人都是大言惨惨啊 跟你说 十万份没问题 如果是这样 那光是这些人 请问出应该要有七十万份吧 哪知道联赎才十多天 这些人全部都归缩了起来 说十万份 看一下做不到 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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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们又不好意思 完全不做 那剩多少万份呢 他们改成说 三万份 其实啊 如果这七个人 真的都给了他三万份 那他其实也足够 对吧 现在怕的是啊 万一这七个人给了他呢 结果都是三千份 或者是一万份 那您觉得怎么办呢 这个就不是太妙了 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结局呢 完全有可能 因为这每一个人 可以直接控制的 所谓直属部队 顶多也就是一万人 看起来郭台铭啊 他真的是进入火烧眉毛状态了 感谢您收看